為什麼喝起來有點像薰衣草奶茶 喔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我覺得他搭拿一個拿鐵 真的假的 他搭了拿鐵 讓他變得比較溫和 沒辦法想像一個搭配中藥味的酒 然後去搭配奶茶 沒有啊 變香草奶茶 對對對 在公司不要點這個 因為你點了之後 你可能呼個氣 老闆就會發現你剛剛是不是在投喝酒 對啊 不行喔 還有拿鐵 我真的覺得好喝耶 還是繼續 再跟他在一起之後 其實我就很少出去外面喝酒了 對我跟你說 尼亞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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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嗨我是依妮 我們今天呢要來開箱全家的拿鐵酒 他是全家大概在去年12月底的時候呢 發售的一個產品 正常來說我們就是喝拿鐵嘛 他可以加上7款不同的迷你酒 這個泡酒其實每一瓶的價位也不太一樣 最貴的有到89塊 他搭配拿鐵或者搭配純奶茶 就是固定109元 所以一般人喝會是直接這樣一瓶然後倒進來 對就直接倒 只是我們今天要喝太多了 聽說你最近也是蠻愛喝酒的 最近有領悟到 你是最近才開始喝酒的 對我大概從去年12月開始 你跟這個同步一起推出就對了 對 好那我們現在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7款酒吧 有3款呢是威士忌 有3款呢是琴酒 然後中間這一款呢是大家熟知的 其實光看它的外觀就知道了 就是野格 喝酒的人應該馬上就能夠看得出來了 那稍微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威士忌的原味 就是酒感會最重的一個 然後接下來是兩款威士忌做調味的 蜜的 一個是蘋果的 那再來呢 這三邊是琴酒跟萊姆酒 就俗稱的妹酒 比較容易會去做基底調製的酒類 這個是琴酒 這一款看一下 也是琴酒 沒錯 最後是萊姆酒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馬上就要來試喝囉 那你本身比較喜歡喝什麼樣的酒 首先呢 琴酒先再見 我覺得它很刺 那威士忌你不就絕對不行 欸反而威士忌我可以 蛤 然後這個我也可以 好吧 那我們今天呢其實是有兩種 一個是拿鐵 然後另外它也可以搭配叫做純奶茶 不是在業配啦 其實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再分別去搭配7種 會醉吧今天 剛才問你說什麼來的 七七春來的 不如你就別起了 不是網路上有票選 女生最喜歡的搭配 是公蜜的威士忌 搭配純奶茶 聽說是女生最喜歡的 我們先來試一下 好 那你平常自己都喜歡喝什麼 如果是這幾種來看的話 我應該是琴酒派的 是喔 野格的部分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曾經非常的愛喝酒 在KTV 跟我的 住朋友勾友們 喝一喝之後呢 我那天直接躺在廁所裡面睡著了 你知道野格炸彈的東西嗎 不知道啊 那天好像就是喝了不少的野格炸彈 然後就 YES 直接變廢墟 對 好OK 那我們就馬上來喝第一款吧 它奶味蠻重的耶 喔好甜喔 這個裡面的奶味加你那個蜂蜜的味道很好 我個人聞起來 酒感其實還蠻重的 但是確實有帶蜂蜜甜甜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我可以 35%啦還可以 是奶酒啊 欸是好喝的耶 蜂蜜奶茶 但是尾段又有這個酒精的味道衝出來 對 它的網路上是說補修完之後 然後喝一杯 然後來急診用的 大壓力多大 對 起來看老闆 不然我再多喝一杯了 真的很像蜂蜜奶茶耶 我覺得它的甜味也不會到很重 反而一開始單喝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奶茶太甜了 主要就是它很甜 然後它很苦嘛 所以加在一起它有點中和掉了 我覺得是剛好 它是先進蜂蜜的味道 然後再來有奶味 酒感在尾段才會出來 前面是沒有什麼酒味的 但好特別喔 我喝完了 哇你喝完了 很好喝啊 哇靠 我真的覺得好喝 再來搭第二種拉鐵 我覺得喝起來 我們有一種柏朗咖啡 尾段在帶一點苦味的感覺 它的咖啡跟酒 我覺得是蠻分開的味道 我覺得比起來的話 加上奶茶 調味的比較好 那我們喝完第一款 來接第二款 那換你的清酒派試試看 好 清酒不能難喝吧 嗯 嗯 因為放在那都覺得蠻漂亮的 我在想搭奶茶應該 都會不錯耶 奶茶本身 有點太好了 來來來來 沒錯 聞起來怎麼樣 你覺得OK嗎 一流酒精 來 一流酒精對不對 比較香一點的一流酒精 我喝起來好像蓄意炒奶茶 喔好好喝喔 好好喝喔 我覺得這邊喝起來幾乎沒有酒感啊 我覺得它反而是讓 這奶茶變得有點涼涼的 我覺得是西芋草就是因為它變涼涼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好扯喔 確實是蠻酒精的 它沒有做特別的那種調味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搭配這樣奶茶就是什麼 因為它好意外喔 到底誰想 會不會結果拿鐵跟美肌 有可能 主要是它的咖啡太重了 這拿鐵味真的很重 你說認真的喔 我覺得它搭了拿鐵 真的拿鐵 真的假的 它搭了拿鐵 讓它變得比較溫和 它的口感上變得比較滑順一點 可是我覺得還是稍微有一點點苦 我知道 因為我是不喜歡琴酒的刺 所以它的苦會綜合掉它那個刺的感覺 不刺了你就OK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OK 那所以琴酒慢慢的進入到你的手臂範圍內了吧 搭拿鐵 我可以 我們剛看到的琴酒啊 比一開始的蜂蜜 威士忌 還要高很多的趴數 這是47 哇 哇 所以依照酒感來說 琴酒的酒感 對比起來真的是有比較淡一點 那接下來第三瓶呢 我們要來喝什麼 超好奇野格喔 我覺得野格一定超難喝的耶 我真的超不看好野 我沒辦法想像一個搭配中藥味的酒 然後去搭配奶茶 中藥咖啡 中藥奶茶 有可能會喜歡 因為我是中藥喝 可以把它當甜點吃的這個 蛤 你這個人真的怪怪的 哈哈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奶茶先 既然那麼愛中藥 給你加好加碼 好 哇 真的是藥草味耶 乾杯 這一款反而 它的味道就很重 對 你就直接把奶茶的味道壓過去了耶 很好啊 比香草奶茶 對對對 這下就好看一個東西喔 欸 你好喝的啊 為什麼啊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很像在喝藥啊 可是我覺得它有甜出來 就是鮮奶味 其實它兩款出來會是酒 但是它出來會是甜味 它才是真正的 沒有酒感 那如果這一款再搭拿鐵 不就變香草拿鐵 欸 我好好吃喔 來來來來來來 一個好厲害喔 這是它的味道 有 有香草嗎 是不是還蠻香草拿鐵的 這也是跟什麼都不太搭 不是那個也格的味道不好聞 對 而是最後在尾韻的部分 咖啡味 不知道為什麼加了酒之後 也好苦 我要單喝這個拿鐵啊 欸 單喝不苦耶 所以是酒的關係 讓它在尾段法多了一個很苦的味道 你加了酒它的咖啡就會被提出來 但 但我覺得不是一件好吃 不搭不搭 這個還是搭那個奶茶 搭奶茶 讚啦 香草奶茶 有夠好喝 那我想要先把原味的威士忌弄掉 沒問題 想要幹嘛 你真的有喜歡 你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帶走 這個 其實我自己在家也不太好 其實也是 我會喜歡大家一起喝 自己一個喝有點可憐 我覺得威士忌應該就那樣了 不會茶太多 欸 我其實不知道威士忌有蜜跟皮膚 其實威士忌做調味的還是比較少 好重的威士忌的味道 哇塞 在公司不要點這個 因為你點了之後 你可能呼個氣 老闆就會發現你剛剛是不是在投喝酒 對 害你會問 好 我們喝喝看囉 乾杯 全部都是威士忌的味道 我就像喝了一個 比較順口的純威士忌 不能不說 很潤很順 其實蠻好喝的 可是味道就是全部都是威士忌 沒有任何一點 奶茶的味道跑出來 完全沒有 我們奶其實加的算多了喔 你要不要單喝看看 看他是本來就順了還是加了 奶之後才順 還好嗎 修姐 喝點奶 就是他們兩個加在一起之後 這個奶味有把威士忌 這個辣喉嚨的感覺 給慢慢的消掉 會讓你身體覺得熱 會 但是不會刺 欸 我就想練久的可以 喝這一系列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品酒 就是你自己品其實 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厲害在哪裡 你要一個是很會喝的 然後跟你說 你猜說 喔原來他厲害在哪裡 有自己喝就是 喔 威士忌 喔 還是威士忌 還是威士忌 對對對 辣 辣 對 對辣 好痛苦喔 好痛苦 好 打拿鐵 我今天還在熱了耶 你真的要把他暖吸光 欸我也是 我去把他暖吸光 在這邊開心 好開心嗎 剪輯師在那邊崩潰 突然間 講一講就接到前面那一段 然後講一講之後 奇怪怎麼跑到這裡 現在已經有點不知道講錯了 我現在對我猜 你知道是因為 我很久沒喝酒了 關鍵也可以講了 在跟他在一起之後 其實我就很少出去外面喝酒了 然後酒量變得超爛 對 我跟你說 莉亞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阿不要在那邊 夾人就爛花 阿完蛋了我好累喔 阿完蛋了 來吧 咖啡 這個拿鐵真的很厲害 它可以把它酒味完全蓋掉 喔 很重嗎 就你很明顯知道 裡面加了大量的威士忌的那種感覺 那個奶味子進來了一秒 接下來全部就是威士忌 而且它是 威士忌跟咖啡的苦 會一起出來的那種 好苦 真的好苦 那我們就把你的威士忌都喝完 好啊好啊 預期它應該要比 就是純威士忌要再甜一點點 不是我的味道 我是蘋果汁的味道 欸 它沒有威士忌的味道 我咱喝看看 好 應該是我的 我剛才剛跟你說 應該是尾段還是會有辣喉嚨的味道 勇者 真的是勇者 但是我覺得它搭的奶茶一定差不多 你知道金蘋果牛奶嗎 欸對對對 我喝它 是我期望值太高嗎 太太甜膩了 我原本預期還會像金蘋果牛奶那樣 就是剛剛好的味道 可是它反而有點太甜了 然後有點蜜蜜的感覺 本來預期的是蘋果進來之後就要進奶味 然後最後再進這個酒味 那就是它是蘋果味道一進來之後 就開始有一個甜的感覺 但我現在在講話的這一刻 我嘴巴還是蘋果味 而且它沒有奶味喔 我失望了 它變成蘋果汁威士忌 那我覺得威士忌最好喝的就是蜂蜜了 我自己也是給威士忌 這邊的話就是蜂蜜是最好的 你現在開始講話有點潔疤囉 沒有 哈哈哈哈 那我去幹嘛 完蛋了 微微的蘋果香 拿鐵好重喔 怎麼每一款酒加拿鐵之後 拿鐵都變這麼苦啊 欸不行耶 不行不行不行 你一開始 明明就喝到蘋果味道 你會期望它是甜的 YES 然後直接進來的味道是苦的 你就腦袋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情 我好傷心 但我覺得比較像是拿鐵去輔助這款酒 讓我們不要那麼辣喉而已 好吧 剩一瓶萊姆跟一瓶琴酒 那我想要先把琴酒弄掉 因人排琴酒 這排我沒有看過 不然就是喝喝的酒太少 我的酒吧太少了 我們平常都沒有在喝酒喔 我看你最近生活過得蠻快樂的 因為以前都會想說在家裡 就會有點孤單 我來台北四年多了 第一次來台北夜店 就是在可能前一個月 對 哇賽 這真的蠻屌的 我來台北的第一個月 走跳台北的酒吧 一個禮拜要去三四天 像我們現在這樣聊天 就很適合在酒吧 沒錯 我聞一下看我沒有聞過 我剛剛一打開 它的味道好重 很勤酒喔 欸這還沒喝完吧 拿點 奇怪怎麼會浮起來 如果酒醉大概有1到100的話 你大概幾 30啦 再喝看看這個 看好硬喔 好喝嗎 我覺得這比喻我們一般最常見到的那個Vaga牌子 更順一點點 琴酒雖然你單聞它的酒精會很重 但是它作為一個調酒的基底是基本上沒有任何其他味道 它就只是讓你有酒 有酒的那個感覺 哦 對 好好喝 欸它的那個香草感比藍色的更重 更重 這比藍色的更好喝耶 它其實是會提升那個奶茶的甜味 帶有那個香草的氣息又比剛剛的更重 更純正的香草奶茶的感覺 很 這款我覺得比藍色好喝對不對 現在感覺到的是 奶茶在我口中的感覺 欸這個不錯喔 那一酒就是要加這個琴酒嘛 來看一下 哪一題 我覺得這不會好喝 我也覺得不會好喝 先說它聞到的第一個味道就是酒精味 哦 苦到靠腰 他怎麼可以把那個 苦到爆炸 苦到爆炸 不是 欸剛剛那段B 欸 苦到崩潰 它竟然可以把琴酒的那個 刺痛感再把它 提升到更高的層次耶 我覺得會先喝到很重 琴酒的這本身帶有的那個味道 對啊 然後在尾韻的時候呢 它又再給你 打一個太... 對 然後再 再更重一點 會刺鼎兩次耶 跟下奶一樣 我覺得它可以適合搭奶茶 那真的不要搭奶茶 那今天就來到我們 最後一瓶 來喝酒 那說去買的時候 這瓶還缺貨 所以我還特別又跑了好幾天去找 應該要是最熱門 最熱銷的 它顏色也蠻漂亮 對啊 有點青綠色 檸檬味 對沒有很重 酒精味比較重一點 哇你直接喝喔 有比 來吧我們最後一杯了 乾杯 喔它這個酒精味很重喔 有點重喔 嗯 有嗎 有嗎有那麼扯嗎 等一下 我上次會喝得到口水 好喝啊 你這麼硬喔 真愛 我們有分歧喔 妳覺得好喝是不是 我覺得好喝 應該不會是因為妳的口水吧 不行喔 你喝到第六次還給我喝味 它是有一點點酒味的香草奶茶 我的感受上它完全不是一點點酒味 來不然我們交換 嗯 那妳喝過妳的啦 妳看妳喝過我的 而且妳的肚子有吃的 妳想要怎樣 我覺得酒味很重耶 等一下 還是我喝開了 它有拿 我真的覺得好喝耶 還是進去 它完全佔據了我所有的味蕾 我沒有辦法感受到其他的東西 就很像喝了一口酒精 還是我真的覺得有可能我先喝有差 因為我聞是奶 喝也是奶 我覺得它這個萊姆酒感覺已經有點偏向 海蘭蒂 它單喝了說真的很辣 加上奶茶之後呢 雖然說它口感變比較溫順一點 但我覺得它味道沒有因此就消失 所以我是本身就討厭它這個味道 好 那我們加拿鐵 最後一個搭配了 其實我們加很少囉 它那個酒精的味道還是很出來 而且會持續很久 這個好厲害喔 它可以跟所有的酒分開耶 嘴巴裡面有兩條軌道 一條是拿鐵一條是酒 沒有辦法融入在一起 好了那我們今天的全家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依妳來講講看妳的想法 最喜歡呢肯定就是蜂蜜 吃喝完全部了還是覺得蜂蜜最讚喔 我覺得蜂蜜好讚喔 還有野格我也好喜歡 所以妳可以單喝野格 因為野格單喝應該是不好喝的 沒有討厭 我給它好了 這三種剛好不同 我自己會推這三種 因為它的蜂蜜味剛好變蜂蜜牛奶 然後潮粉酒 它就是有一種那種很木質調的調酒 很喜歡 然後這個它香草的味道出來之後 配上那個奶我覺得是很好喝的 甜點控會喜歡的調酒 換妳 其實我的話跟你差不多耶 我們兩個的口味實在太相近了 首先這個蘋果先不要吧 再見 再來是妳可能覺得可以 容登我今天的最後一名 就是我真的沒有辦法把它驗下去 那我的最後一名反而是原味威士忌耶 我以為妳的最後一名會是這個青蘋果 我覺得它好重 然後酒味很苦 但前三名基本上也是 不過我的排名跟你稍微不一樣 第一名會是野格 我發現它實在是太像香草奶茶了 不管是香草奶茶還是像拿鐵 都是很好喝的 再來就是這一罐清酒 然後虛妮草味的 最後才是蜂蜜威士忌 因為我覺得蜂蜜威士忌 有點中規中矩啊 啊會覺得這兩款比較稍微特別一點 好 感謝櫻妮今天來 那櫻妮的資訊呢會在這裡 也請大家多多訂閱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我真的會因為今天被妳開箱 明天去買 我很心動 先不要再上班的時候喝 免得妳不小心 明天就跟我說 蜂蜜威我真的想喝酒 我被開除了 我這樣喝太多 直接去看給我的老闆 謝謝 謝謝 好